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三号坑和四号坑最新的发掘进展和新发现的重要文物 接下来我们将要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发掘最晚开始也是面积最大的八号坑 马上连线前方记者田云华 云华请带大家看一看八号坑的发掘进展 我现在呢就是在八号坑所在的这个方舱 那么八号坑呢是六个祭祀坑当中最慢性子的一个 其实呢现在还在田土层的这个发掘当中 但是田土层的这个灰烬层啊 已经发现了1800余件的这个青铜啊 金石玉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物的碎片 而且他们还很可能与其他几个祭祀坑的这些文物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这就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到了八号坑 负责这个八号坑发掘的北京大学三星堆考古队的负责人 蔡宁来为大家解读这些谜团 蔡老师您好 您给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八号坑这两个月 大概有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发掘的节点和重要发现 其实呢在上次直播的时候 就是在三月二十号左右 那个时候我们的坑还是在发掘上部的黄褐色的填土层 那么刚刚才到这个灰烬层 那么经过四五月份的发掘呢 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发掘到了灰烬层的底部 那么下面呢也有一些重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 那么这一层灰烬层呢我们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的 虽然看上去我们从这个目测 就是我们看上去就是一个有充满了各种各样黑色的 这个碳渣的这样的一个灰烬层 但是它却蕴藏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从中也发现了有重要文物 还有一件金面具是吗 是的 这个金面具呢是我们前几天 就是在5月22号左右提取的 这个金面具呢其实也是比较残的 但是呢已经是我们这个坑里面发现的 最大的一个金面具残片 能够看出来它是还有这个幼耳朵 还有嘴巴 那么这一件呢 现在呢还要等待这个检测和分析 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它的复原大小 包括它的一些材质 这等到后续的实验室考古 才能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也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展开 那展开之后可能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药还大很多 有这种可能性 对 那么接下来您跟我们就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灰烬层当中 这些零零总总的 感觉好像是什么样的器物上 都有一点的那种碎片的感觉 对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灰烬层呢 实际上它是包括很多的碳屑 还有小块的红烧土块 但是呢我们这一层里面已经提取了 刚才您说的1800件 其中呢包括这个青铜器的碎片 已经有1400件了 这个数量非常多 虽然都是以碎片为主呢 但是呢还是说出现很多重要的迹象 比如说您看到这个有这个三角形的这种眼形器 然后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觉得像太阳轮上的一个部件 然后再往这边呢还有一个像这个 眼泡的一个眼泡形器 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 但是都分散在这8号 对 而且这个再往这边看呢 还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同人头像的一个残见 对 上面还有一个眼睛 然后您再往那边看呢还有一个这个小的铜铃 这些都是之前三应对一纸发掘中比较典型的器物 那么其中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刚刚发现的 就是这个像喇叭形口的这个器物 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青铜器 它的形状呢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见过完全一样的 对 看上去如果说是个底座的话 它又太瘦了好像 对 似乎像是一个底座 但是呢看起来又稍微高了一点 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确定 而且这个器物上呢还有文式 所以说应该说应该可能是个比较完整的器物 对 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坑当中 这个坑当中的这些碎片能够和其他坑的文物有所关联 甚至能够拼接起来 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了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发掘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这个坑的灰烬层的这些碎片呢 能够和其他几个坑 特别是如果和八六年的两个坑 如果相拼合的话 就能够说明他们当时的人在倒这层碎片的时候 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可能是同一个神术或者是同一个器物 它的这个碎片它可能分别倒进了不同的坑里 这样的话就能够对这些坑的形成 对这些坑一个埋藏的过程 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这几个坑的关系 包括它们之间的是不是有年代上的区分 隔多少年 一直是困扰专家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谜题 如果说一旦能够把它们拼接起来 那这个答案就算是有了 对 这个整理的工作 后续我们考古发掘的整理的工作 也是非常的繁重的 因为我们坑现在已经碎片就已经两千 将近两千七千八百多件了 所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长期战的准备 那么而且我们看到已经裸露出来了 还有很大的体量 很大的这个象牙很粗的 对 就是您现在看到我们坑里面呢 已经是出了八根象牙了 而且还在不断地继续进行出土 那么现在来说 我们坑里面比较大的象牙 它的最大直径就这根可能有15公分差不多 然后这种 它的长度可能是一米左右 那么这种规格的象牙也算是比较大的了 而且您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这么平铺着的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深深地插进这个土里面的 它的深度还是很深 因为我们之前探测的我们的坑 应该是有两米深差不多 这样我们现在到一米一的这个程度 还有不到一米的这个深度 那这样来说 这个坑下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对 面积这么大 而且之前的金属探测也是非常的明显 像三号坑一样 那下面至少应该还有四五十公分的这个 就是青铜器和各种金属器的这个埋藏层 对 我们现在根据之前的探测结果 应该说是比较倾向于 现在下面还有一个埋藏器物的一个埋藏层 真正的埋藏层 对 这下面应该会有象牙和比较大型的一个青铜器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清理 估计还会有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真正大达像三号坑那样的一个埋藏状况 好的 谢谢 那么八号坑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 能不能和其他坑的文物进行一个拼接 甚至说大胆猜想一下 就是一号神术上面那个树冠 它的那个残件有没有可能在这些碎片当中找到 这都是未解的谜团 无论是这些已发现的还是未发现的这些文物呢 都将是解答三星堆谜团的钥匙 我们也共同期待 主播 的确八号坑的面积最大 也希望发掘出的文物能够最多 感谢云华发回的报道